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现在先写一下这个字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字的结构特点和点化特点 大家看 这就是这个名字 有的朋友说 你刚才说了日月相加念名字 当初讲过读体为文 合体为字 那么现在你又是不是写错了 左边写成一个眼目的目字了 这是什么意思 我告诉大家 这个字在碑帖当中 你打开书法字典 你去看一看 或者打开古人的一些法帖 你去看 应该说95%以上都是这样写这个名字 左边写成眼目的目 右边写这个月字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古人认为啊 耳为聪 目为明 所以左边写着眼目的目 是代表着明 这个眼睛非常明亮的意思 所以呢 在写聪明两个字时候 古人呢 王马是这样写 聪字就是耳 这是聪 这是明 写个眼目的目 是这样 聪明 耳为聪 目为明 那么写个日子 写个月子 可以不可以 当然可以 而且它的规范字也应该写日子吧 但是呢 由于古碑帖当中 都是 基本95%以上都是写的这个眼目的目 这个目字旁 所以我们向大家介绍的时候 也介绍这个目字旁的写法 我再写一遍 这个右边这个月子很不好写 好在我们前边呢 介绍过这个月子的基本笔法 所以大家写的时候 如果单写这个月子写不好 这个名字就修想写好 那么现在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字的结构特点 首先告诉大家 这个字必须是上平 上边呢 是相平的 中间的这个横画呢 基本上持平 基本上持平 所以这个字呢 看来就非常的稳妥 月子的下方啊 超越了木字的底线 下方呢 它多出来了这样一块 但是不可以太长 长的太多就不好 与其长的过多 不如啊 写的再短一点 再短一点没问题 长的太多就不好 这边还可以再短一点 比如说到这个地方 刚刚出来一点点 这就停下来 大家注意啊 像这种竖笔画 然后再起勾 这纯属于基本功 我告诉你 千万你不要去 这个想找窍门 这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我告诉你 只是功夫的问题 功夫到了 自然就解决了 功夫不到 你怎么去理解 怎么去体悟 都不解决问题 所以一切体悟 都是在随着实践当中 边写边去想 如果你放下笔来去想 什么结果都没有 必须是不断的写 慢慢才有所体悟 就所谓是实践出真知嘛 这个名字呢 在结构特点上还有一个 就是它这几个龙当啊 基本是相等的 注意看 这几个龙当 基本是相等的 所以在写这个字的时候啊 不要把眼目的目字啊 这边写的太窄 往往有些人犯这个毛病 这写的太窄 到这边之后写的太宽了 尤其这个月子 写成这样宽之后 你再看这个字失掉比例了 互相之间的这个点画 间距太宽了 这就不行 所以刚才我们给大家讲了 横向的比例 这个竖向比例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看 这就太宽了 这就不 显得很不严整 所以写这个字的时候 就要注意 横向 纵向的这个比例关系 还要注意一点 因为是左右结构 尽量不要写太宽了 尽管你的上下的点画间距 左右的点画间距 是相等的 可是写太宽了就不好 我们再给演示一遍这样 大家注意 这个木的旁已经太宽了 然后左边还得继续宽 给人感觉这个字啊 是这种体型的就坏了 是个扁方的就不好了 我们看前面 我们写的正确的这个啊 看看前面这个正确的地方 你看画出来 是这样的话 它基本上是个正方形 是个正方形 是这样的 上面这字也是这样 你注意看 它基本上是个正方形 是这样的 所以如果 这个以这个为准的话 那么大家又会看到来 这个字基本是方块 所以我们经常说的 汉字就是方块字 但相对的要取方 当然你说写个一字 怎么取方 那是个别的字 对 以多数字来计算 基本上是个方块形 再有一点呢 向大家说明一下 就是这个上方的这个取平 这是必须的 我再写一遍给大家看 至于这个要封口不封口 不重要 这个木字 右方封口也可以 比如说我们还写这个木字 方 封伤口也可以 下面那笔 必须是个条笔 这样显得 和右方有交代 上边这个两平 上方这个两平的关系 一定要注意 这就是两平 一切笔 看 这就和这儿是取平的 所以这个两平的关系 是写好这个字的 最关键的一个法则 我们下面再看看行书 行书的写法上 也还是这个基本的要求 行书 有很多人也仍然在写眼目的目 是这样写 甚至有些人呢 把这个木字写高一点 像这个 高于这个月子 只可以高 而不可以低 但是基本上是两平 大家写书 七年有数 基本是两平 千千万万 不要把左旁的这个木字 或者写个日子旁 都没有关系 也是这样 是两平 还是这样 所以在新书当中呢 写木字旁的也有 写日子旁的也有 我们现在给大家写个日子旁的看 也是这样 那么日子旁呢 还可以稍稍草话一点 草话一点 就是像这个笔之后 这笔直接这样过来 其实这交代的清楚 交代不清楚 这不重要 大家看得出来是个名字 不会念成别的字 再写一遍 这都是没问题的 好的 下边我们给大家 再写一个名字呢 就新书的名字呢 写慢一点 大家看看这个笔法 应该这边写成一点 这个时候 因为楷书上面可以封口 可以不封口 那么你不说过吗 明这个日子应该 必须上面封口吗 我是指的在楷书当中单写的时候 如果连写 特别在新书阶段的时候 就不必非要封口 封口就显得死盘一些 再看 这边写完这个之后 点一点 往上调笔 这一笔不要再写这样的锐笔 要写顿笔 然后上来 调起来 是这样一个关系 再写一遍给大家看 有慢速的 让大家看明白一点 是这样的 好的 我们最后给大家写一下 这个草字的这个名字 草字名字 速度相比这要快一点 用比呢 节奏性更强一些 这就是草书的名 这个名字 现在 即使没有练过书法的人 他们平时呢 也看到过其他书法家写这个名字 所以很多人也会这样写 表面看来你会 实际上 你学没学过书法 你没你练过没练过字 看得出来 就右边这个月子 它那几个转折的那个技巧性 很强 它不是这么简单过来的 一般人都是这样写 过来之后啊 就一拐弯两拐 就这样 就这么一拐弯过来 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大家注意看 写右旁这个月子的时候 它是有一个姿态美 这样过来 注意看 是这样 有这么一个 弧度上的要求 所以想练好这样的话 也需要一点时间 你得千百次的努力去练 你想呢 看完就明白了 不是这样 你有时候你眼睛看挺明白 你伸手一写 就没有了 这就是你基本功夫到 这个名字不能再写成这样的名 然后这样拐就不行了 因为右方也必须草化 再看一下 这个下方这个月子啊 也可以啊 写到里边来 比如说写成这样 就往里边拐了一下 再看 也可以 但是多数的呢 千倍书把家们写的时候呢 就这个写成这样 我曾经向大家介绍过 就是单写月子时候 草书当中是这样的 歪式的 是这样写 写式的 不要写太正 行书呢 可以这样写正 但是在草书当中 单写月子的时候 尽量不这样写 不这样写 连写的时候 就要这样写 就不可以在这儿写 在这儿写的话 或者即使你歪着写的话 也不代表是草书了 所以单写与连写 是有区别的 好的 那么我再把这个 凯兴草 这三个字的名字 再向大家写一遍 来看一下 这是凯书 这是行书 或者呢 就写个日子旁 这样 左边草画一下 没有关系 右边必须按 行书的规定去写 再看草书 这条交代清楚 交代不清楚 不要紧的 这是草书当中 有时候弄得很明白 很清楚 有时候没弄清楚了 但是呢 字易到呢 就可以 并不影响认读 大家都会看得出 是个名字 比如这点 没有交代清楚 就这样过来 没有关系 再连拐清楚了 也没有关系 但是有一条 大家一定要注意 在写凯书新书的时候 名字上面是两评的 有很多外行人 写出名字是这样的 大家会经常见得到 这样就是外行人所谓 他可能是连这样都写不到 他的最大的毛病 就是这边月子太高 日子太低了 把日子写到月子的左边的当中去 这就是外行人所谓 在这个问题上 应该用准确的法则 大家无妨去看一看前辈们的法帖 那些大家都是上屏 甚至于左边高一点都没有关系 一定不要低于右方 这就是这个字的最关键的法则 一定写成上面两屏 只要他写成这个模样的 就像我刚才给大家说的 这个日子在中间 这个这边太高了 写成这个样子的时候 你需要管他是谁 他都是外行人所谓 如果你看到他写说 这个人是个什么书写主席 他这样写了 你也不要信 你就直截了当地批评他 你说先生 你这个字的接口啊 写错了 上面又是两屏 如果他在狡辩其词 他跟你说 我这是创新 你就要远离他 不要再跟他说话 免得伤和气 优优独播剧场上